MD-File 機器 前前日子呢 我正打算給我的工作室的主力機 添過一台大尺寸的4K顯示器 畢竟我多數時間都是在做視頻剪輯 4K分辨率所带来的体验自然不用多说 只不过4K分辨率的显示器售价都不怎么便宜 哪怕是最入门的一般也都要接近RM2000 前时后想 最终我是从明基BenQ那搞来的这台 31.5寸的4K显示器 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并且实际体验来自明基BenQ的EW3270U 说句实话 距离我上次使用明基BenQ的显示器 也差不多已有15年前的事了 用的还是19寸4.3比例的FP93GS 明基BenQ也是在那时期逐渐推出越多高端显示器的牌子 只不过后来价格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了 而这次刚好在明基BenQ的协助下 让我能够重新再次接触他们家的显示器 一眨眼15年过了也真的太快了 其实明基BenQ是提供了两款显示器给我做选择 另外一款则是28寸的EW2880U 这两者的差别在于EW3270U是使用31.5寸的VM面板 而EW2880U则是使用28寸的IPS面板 同样是4K 60Hz的显示分辨率 但是我为何最终会选择EW3270U呢? 这部分我会在总结的时候告诉各位 EW3270U其实退出已有两年之久 但如今绝大部分规格放到今天都还是很棒的 31.5寸的尺寸大小 4K 60Hz的超高清分辨率 10bit的色深 95%的DC-GAMP3色域 提供了Type-C接口 以及搭载了HDR高动态观感模式 这些规格如今都还是非常够用的 正如上述所说的 EW3270U是一款31.5寸的显示器 因此自带的包装体积自然就很大了 整体的包装设计看上去也较为普通 并没有在包装上做过多的印刷设计 采用了三段式的支撑结构 通过底座、支架与显示器本体进行连接 由于是31.5寸的大尺寸规模 显示器底座的面积较大 占据桌面的空间也就多了不少 对此比较在意的朋友 我会建议额外购买显示器支架来使用 另外原本我以为如此粗犷的支架 应该是可以通过支架内部进行走线 但我发现我错了 这一个支架 就只是个支架 因此实际使用的时候会看到这两个线 从显示器下方露出 嗯就为什么不让这个支架能够达到理线的用途呢 明明同盟的ES2780Q也是类似的支架 就是可以理线的 附件包括了一条电放波电源线 这也表示EW3270又是内置电源的 一条USB Type-C和一条DP 1.2的数据线 不过是DP to Mini-DP的接口 这个搭配就让我有点疑惑 显示器四边的边框并没有特别窄 但并不会有粗框感 还在可以携受的水平 下方的边框会比较大 在中间的BenQ logo的下方还有一个智能传感器 在开启VI智能调光功能的时候 通过这个智能传感器能够依照环境的光源 来实时调整显示器的亮度 这个确实是民进BenQ显示器的一大特点之一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自动调光功能 按键布局是在显示器的右下方 虽然按键并没有十字五项摇杆 有点口气 但放在正面下方位置 只要使用一小段时间也就不太会出现按错的情况了 也还算可以接受吧 OSD界面采用多数大长显示器所使用的三阶段分局 使用起来还是颇为方便和萤幕了然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EW3270U提供了两个自电印按键 可以依照自己的设定习性与目标 来自由设定这两个按键的功能 这确实提升了不少自由度 显示器背面并没有多余的设计 就只提供了四个VESA壁挂的孔位 我量的是支持100x100的VESA接口 接口的部分提供了两个HDMI 2.0 一个DP 1.4 一个USB Type-C 以及一个3.5mm的音频输出接口 可以同时连接上支持USB-C显示输出的笔记本 外加两个游戏主机和一台电脑主机 实现一个显示器进行四个设备的连接 并且能够随时进行切换 这一点是真的非常方便 另外在显示器底部的两边也可以看到内置的音箱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待会也会有音频播放的测试 显示器连同支架组装好后 能够实现的视角调节仅有 俯仰20度的调节范围 也无法进行显示器的高度调节 这部分的体验确实比较弱一些 这也是为何我会说 搭配第三方显示器支架会大幅增加显示器的灵活性 说完了显示器的外观与接口规格 来说一说显示器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显示面板 前面提到过EW3270U是一款31.5吋的VA显示面板 支持4K 60Hz的分辨率与刷新率 最高亮度为300nit 最大对比度为3000比1 10bit的色声支持 以及提供了HDR高动态显示功能 在我通过了SpiderX Elite进行的面板检测后 得出这块显示器的色域覆盖范围为100%的sRGB 91%的Adobe RGB 以及94%的DCI-P3 虽然宣传页面是只提供了95%的P3色域 但1%可以算在误差范围 这点没什么大问题 色准部分 平均DeltaE表现为0.75 最大是1.88 色准表现非常良好 用来干视频剪辑和修图的活也是非常合适的 Gamma曲线重合度基本就在Gamma 2.2标准上 表现非常棒 最后在显示器的亮度均匀度表现中 4个角落的亮度会稍显弱一些 但整体差异并不特别大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另外大家对于VM面板所认知的痛点之一 就是VM面板的可视范围视角表现比较差 稍微将显示器左右偏移角度会严重影响到视觉体验 只不过EW3270又经过了合理的左右偏移后 基本感受不到质变的视觉体验影响 加上正常情况下 在单个显示器体验中基本也就是在G中的位置视角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并不会是个问题 再来说HDR功能的体验 EW3270又支持常规的HDR实显示 除此之外也支持明基BenQ自家的HDRi技术 就是在HDR的规格下 根据画面本身的内容进行自动调节显示器的亮度 从而提升人脸的舒适度 这边可以看得到在使用SDR模式对比HDR以及HDRi下 可以明显发现EW3270U的HDR有着明显的色彩细节提升 在一些复杂并且多色彩或光炫的场景 HDR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原本在SDR模式下会出现的色块与色斑问题 在HDR模式下就还原了更多的色彩细节 以提升更具真实的视觉体验 而另一个多数人对VM面板扣并的问题 实际可以看到在关闭AMA的模式下 拖影的问题会较为严重一些 而在开启了AMA高以及AMA高级后 明显可以改善拖影的问题 我也进行了设计游戏实测 再通过120帧的拍摄再放慢到30帧 可以看到在一些高对比场景下 放慢动作后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拖影情况 虽然作为电竞用途来说不算特别好 但表现还算可以接受 当然其实哪怕拖影表现在好 最大的限制还是只有60Hz的刷新率表现 对于设计游戏用途自然也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但是EW3270U作为一款31.5寸大尺寸外加4K超高分辨率 在游玩一些3A大作的视觉体验就是另一种享受 至少我个人是挺喜欢就是了 最后是给各位进行EW3270U的音频录制测试 这边我录制了一小段给各位进行参考 虽然说作为一款显示器内置音箱 音频输出的表现还算可以接受 但是毕竟还是内置音箱嘛 再好还是有个限度 也只能说是能用 可以听得清楚的级别而已 还称不上能够靠这个内置音箱来享受音频体验 最后的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就是EW3270U的价格 目前在明镜BenQ马来西亚官方线上店 在双十二的优惠下包含优惠券只需要RM1599就可以暴走 没错是RM1599就可以体验31.5寸 4K60Hz分辨率 10bit车身 USB-C接口以及HDR的体验 这样的价格是否也能够吸引到你呢? 然后是回到视频前面和大家说到的 我为何在EW2880U以及EW3270U之间选择后者呢? 首先虽然EW2880U是IPS面板 常理下应该会是比较理想才是 但考虑到我的使用场景都是以视频剪辑与修图为主 4K分辨率是必须的 但在28寸的体验下还是有点太小了 再来也是因为EW2880U本身是IPS面板 最大的对比度也就只有1000比1 欢迎体验比起3000比1的EW3270U会逊色一些 以及EW2880U的P3色域覆盖率是只有90% 比起EW3270U的95%也是逊色一些的 加上VM面板对于长时间使用所造成的人眼疲劳也比较小 特别适合我这种长期坐在显示器面前干活的人 综合以上的对比情况 我个人会是更加倾向于VM面板的EW3270U 更不用说在价格这部分 EW3270U还比EW2880U还明显便宜一些 这也是得利于VM面板成本较低的优势所得 总的来说 EW3270U虽然推出好一段时间 但综合的价格以及本身的规格 在目前来说还是个值得选购的4K显示器 大尺寸、外加4K分辨率以及良好的色域与色准 外加10bit的色深表现 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影视创作者的高性价比选择 当然缺点自然就是只有60Hz的刷新率 以及本身的脱影问题较为明显 拿来作为电竞游戏用途的体验较为一般 当然想要工作娱乐 游戏表现中十分出彩 自然就得加钱选择规格更好的显示器 就得看你本身是否愿意投入这笔费用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 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 接下来还会有更有趣的内容 所以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大家一同交流 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